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公民立场有义务责任承诺 让大家知道他们的进程 两位贵宾分别是不当当场出立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峰正主委欢迎 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施锦芳互作欢迎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由政务主委亲自出面 主要是来自我的主动邀请 我来讲原因 请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六大主题 国家认同民主价值 我们其实是在捍卫民主价值 来自公民社会 建构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上一回林峰正主委说 他们党场会是以证据为主 就是法律根据 同时呢 我们每周二都不断地谈 司法金融税制 也就是由陈志龙教授 刘成武剪作来谈 我现在公开宣布 未来每周三 我要谈党场归零跟转型正义 为什么呢 我们节目五天 我做了规划 礼拜一谈国家安全 由张星成教授 礼拜二谈这三大改革 司法金融税制 由陈志龙教授 刘成武剪作 礼拜三 未来礼拜三 我会每周三 邀请党场会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以及民间的律师 或相关教授学者 来谈党场归零 跟转型正义 我希望 为什么呢 经过一一二四海啸以后 我说那八 国民党 买你怎么去买 好像党场跟转型正义 都是东厂 谁说的 这就是改革 我瞧到这一点 然后每周四 邀请蔡明宪跟陈宏峰教授 来谈印太策略 整个印度太平洋印太策略 那礼拜五 我们就当然谈 台湾文艺复兴 我在请教 福音镇主委之前 请容许我 我只是带过 因为他们是行政中立 我是媒体中立 但是仍然有必要让大家知道 最新的状况 这是选举新闻 民进党本身新闻 我们不做评论 直批漏而已 这是经过蔡赖 昨天会面以后 蔡派可能变硬派 至少没理想讲 然后蔡总统 昨天也释出善意了 我都不做评论 我只让大家看到 是不是决裂呢 我不认为 这只是一个 内部的问题的解决 我请大家注意 这种标题 我并不一定同意 毕竟党内 它有民主机制 也就是今天中职会 它会做重大决定 这问题等明天 八点钟我们再做评论 也就是这个中职会 到底是不是 这个双方力量的角逐呢 或者是职求对决呢 我强调 我只是把新闻披露 所以未来 五天 第一小时 我会做政治评论 第二小时 礼拜一 国家安全 礼拜二 司法 金融 税制 礼拜三 党产归零 转型正义 礼拜四 印太策略 礼拜五 文艺复兴号 我想我就先来请教 封镇主委 这是你上一次接受专访以后 隔一两天 也就是2月26号 当天披露的 八个户水组织 党场会 已经冻结了830亿 我特别把你的话签写出来 林封镇主委表示 将一证据认定不当取得 陆续说归国有 这是也是你的绩效之一 也就是387亿 不当党场 收归国有 互联会的问题 可惜有很多官司 目前党场会 移送到法院 移送到行政法院 竟然几乎都被搁置了 以至于我要强调 这是中正大学所做民调 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度 竟然高达八成 包括庄家伟 检察官 在媒体披露 检察体系即将中锋 是不是要装叶克膜 包括转型正义问题 竟然被国安局永久保密 林宅血案 以及成文成命案 以及相关的白色恐怖案 228案 很多都永久保密 于是站在一个公民立场 我就有必要 我自然想到 未来每周三 请大家看 我一定就谈这两个重大问题 每周三 我也请党场会跟促转会派人 要邀请民间的法律会计师 或民间学者教授来一起讨论 是不是先请这个风政主委说 让大家了解 到目前为止 今天为止 党场会做了什么 谁说蔡英文政府没有改革 我觉得党场会就是最好的例子 请 好 2016年当政党轮替的时候 党场的处理 是被优先提出来一个改革项目 那最早做的动作就是 要立一个党产条例 那当时面对国民党 长期他们嘴巴说要清理党产 都是从来不动的这样子的当时的状况 党产条例的立法 其实采取了一个要解决 立刻要怕它脱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去采集了别的国家的做法 尤其是德国的做法 那立法的体力上面 我们就先冻结 那么再慢慢的依照证据来清查 那如果认定它是不当取得财产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要归给这个原来的权利人 譬如说有的人民因为过去的威权时期 有这个政府的执政 有不当他受害的 他权利受到侵害 所以这些权利都回到原权利人 或者是说应该要移转为国有 那现在目前的做法就是 我们先怎么样来冻结这些党产呢 就是我们先认定它是附水组织 如果依法认定为附水组织的话 它的所有财产会立刻被冻结 那么被冻结意思是怕它去脱产 那冻结以后 我们再陆陆续续争取时间 调查证据 最后再依照证据来认定 哪一些财产是不当取得的财产 那么依法就应该收归国有 会还给原来的权利人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做了附水组织处分的 所谓附水组织就是说 这个组织的人事财务业务 是被政党所实质控制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能够控制 有附水组织的大概就是国民党 那目前认定的有中央投资公司 有新玉台股份有新公司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附水组织 因为他们都是同样 百分之百有国民党只有 只有一个股东 就是国民党 中影 中影在去年也被认定为附水组织 因为中影就是典型的 国民党的党营事业 复联会 我想大家应该多少有点熟悉了 就是早期由蒋宋美龄所领导的 他收了绕军圈 那么当时也盖了很多军圈住来 但是事实上 这个任务早就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那他留下 还有到目前为止 累计还有三百多亿的财产 那副联会也被认定为负责组织 那接下来这三个基金会 是在最近这三四年 在朱立伦做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他们分别用每一个基金会三千万 设立的三个基金会 就是把国民党钱往外搬到这个基金会 这个因为人事上也完全都是由国民党控制 这三个基金会也被我们认定为负责组织 那么最后一个看到是救国团 救国团是蒋经国 在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 他利用正攻的组织 他去做了一个所谓的青年工作的一个组织 这个是救国团 那这也被认定为负责组织 所以我们目前为止认定这么多的负责组织 他的财产 在认定的当时就立刻被我们冻结 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 他被认定的人 因为我们是法治国家 那依法他可以声明不符 他可以到法院去提出诉讼 所以这些案子全部进了行政法院 效果怎么样 到行政法院绩效怎么样 那到了行政法院以后 现在看到的状况是说 其中有两个案子 他的法官主张说 他认为党产条例有违宪之余 所以申请大法官释宪 因此就停止审判 这个是中央投资公司的 中投公司的这个法官 还有副联会的这个法官 我能不能请问 这位法官用违宪 你站在一个党场会 党场会是进立法通过的 有法院组织吗 有违宪之余吗 没有错 我简单说一下 他们这两组法官 他谈的违宪 其实坦白说 就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在谈的一般的基本人权 也是财产权 国家要保障 如果要剥夺的话 要通过什么程序 OK 这个我们都懂 我们三十几年前 在大学的时候 通通在读这些东西 只是可惜 那个时候的政府 不太遵守而已 那现在好 你要拿那个标准 来检视也没有问题 但是党产条例 要处理的事情 就是因为 跟基本的这个 权力的保障 这件事情 有一点点抵触 因为时效都过了 所以为了处理 这个时效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特别 用一个法律来规定 那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 他为了很多 基本人权都要顾 但为了一些 什么促进 公共福利 这些 这些这个理由 他可以用法律 来限制人民的权利 其实整个党产条例的理路 都是这样子 那党产条例 其实大量的去参考 这个德国的案例 德国人其实也是这样做的 当初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所以我们做了党产条例 主要也就是在处理说 这是一个例外的状况 那现在这两个案子的法官 他用原则的事情 跟我们谈说 这个条例违宪 但这个条例明明就是 我们在处理一个例外的状况 而且在立法院三途通过的 而且他是新进的立法 他并不是一个 很久以前的立法 他是为了要处理当下的问题 那别的国家也这样做 所以我们认为 当然没有违宪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案子 已经在这个大法官会议的 那大法官会在什么时候做视线 这个我们不知道 最近大法官要重新提名 又换另一批人了 十月份会有再换部分 所以可能会之前还是之后 十月 没有人晓得 因为这个我们还是要尊重 大法官的处理 所以附水组织的案子 目前为止 因为有两组的这个法官 去申请视线 所以其他法官某个程度 也变成迈犯来 所以案子会卡在行政法院 其实是这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提问 请教 丰正主委你看 执政三年 当然这不能怪罪 蔡英文政府本能 蔡总本能 问题是许中立院长 你是直视改革 为什么三年后 你说非常沮丧 看到这个数据 你非常沮丧 那我能不能这样 请教我们的司法系统 的朋友们 难道 欢迎是国民党 开门 现在让你民族都关起来 我觉得用视线案 来解决不当党产 我有一种急迫感 我公开讲 我为什么今天要特别 邀请两位来 2014年 我在政论节目 最坚决主张 不当党产 所以可以证明 我们这个节目 目前的制作人 那时候我在友台 做评论者 他是制作人 到今天为止 2016年政党轮替的 2月1号 立法院开议 我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 柯总招 柯建民总招说 请务必通过 不当党产 处置条例 好 2345 四个月会期 到了5月底 我每天都去订着 柯建民总招说 你赶快要通过了 他说能不能延到 临时会期 7月底 再来做包裹表决 我说不行 我讲话中口不行 于是柯总招 打电话给蔡总统 请示说 有一位媒体人 说要求5月底前 优先通过 不当党产处置条例 蔡总统说 应该的 于是我敢说 不当党产处置条例 的催生 我绝对 有我公民的义务 责任跟承诺 我公开讲 但是呢 我开始有急迫感 比如说 不当党产委员会 移交给新政法院 通通供估 就把它冻结了 不是党产冻结 是连这个官司都冻结 现在我也抽一蛋 如果明年520政党轮替的话 那第一个被抵消的机关 可能就是党产会 请问我站在一个催生者之一 那我不是有一个婴孩 就抱着婴孩 四年就死胎了吗 各位可以知道 我急迫感吗 所以我向海内外观众 所有华人报告 每周三九点钟 我一定当场归零跟转移生意 我特别聘请两位大律师 黄文明律师 陈祖祥律师 做我们这个节目的专业华力顾问 帮我宁定提纲 我们请这个互作 这个施景方互作 其实我应该是趁他同学 因为过去我们这段节目 也常常在一起 但是我们现在主客异位 现在是被我提问 你也长期 你也是从这个前主委开始 你从花园县当副主委 请问你做一个从政者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过去说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内库 这很难听的话 你从事将近也快四年了 三年多 有什么感想 请 两年多 应该这样讲 我其实是原来是一个公务员 那长期在公务体系里面 看到政府的一些的作为 那在进入党产会以后 我们大量的翻阅过去的档案 国库通党库 这句话过去只是 红叉印象而已 当看到这些实质 我们只会讲证据 或者是档案资料 很明显的 其实是违背 法令 违背当初的一个立法的意志 去结果叫公务员去这样执行 所以在我们听证会的时候 我有感受到像 那个国民党的邱大展主委 他也说如果让我们这样干下去 公务员是不是都违法 那如果说公务员有违法 那我其实我私底下站在一个公务 曾经是公务员 长期公务员的立场 我想是谁让这些基层的公务员 做出这样不合法的事情 我们在调阅很多的党产资料里面发现 其实很多同仁 其实从第一线就开始签 这个是与法不符 请长官才是 长官也不敢才是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报 报到最后 就会有长官帮他们找一条路 找写了一个很模糊的 叫大家本于职权 结果我们的基层的公务员 就这样做下去 我想国民党的党产 从这样的累积起来 造成今天这样很难收拾的局面 那我想我在这边 大概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国民党党产的结构 国民党党产除了一刚开始 从日本战败 国民党来台湾 所谓的转账拨用 在黄黄雄委员 监委那个时候查 在前查阿扁政府 那个时候查 针对转账拨用 下去清查的 那我们也有做了一些追征的处分 那转账拨用怎么来的 在黄黄雄委员当监委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叫内政部 有叫行政院去讲 什么叫做转账拨用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比较明确的解释 那根据我读了这么多的资料 我可以 我觉得以我过去从事 土地工作的专业 转账理论上是一个会计名词 拨用才是一个土地移转的原因 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转账这个名词 也是因为在训政时期 要进入宪政时期 民国三十六年 国民党中央 他要开始一波那个财产 各个单位要来分 那国民党那时候 还是中央政府的一环 所以叫他们也去用 用那时候一刚开始用中引 用这样转账的名义 结果把这样的一个名字 带到台湾来以后 国民党在台湾取得的财产 通通用转账的名义来登记 可是我发现事实也不是这样 在日产清理的办法里面 所有的转账 甚至所有的土地是一律是应该要用出售的 没有用什么给人民或者给非政府机关 用无偿的名义 假转账的名义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监察院要行政院调查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追征 这是国民党党产来最原始的第一环 那这包含了我们追征的还有中引 那八九家的西院 还有中广那个地保那一栋 那第二个国民党的财产还有两 还有一块就是地方政府 还有从中央党部省党部 到各各级的党部的办公厅 在民国四十年过来 半三十八年撤退来台以后 国民党为了要发展整个一个全台的组织 各个地方去设所谓的地方党部 或者当初用民众服务站 来占用了很多的国产 或者是很多人民的土地 那从这里从占的 到要盖的时候说用借的 然后再来想办法说 不然我用租的 到了七十几年 为了要盖新房子的 再来想办法用租的 甚至在地方政府有的就用送的 要求地方政府送的 更荒唐的是像台东有一件 台东县农会民国五十年 就给国民党当台东县党部 台东县农会缴税 然后国民党在使用 台东县农会就说拜托拜托 国民党这个土地送给你 他也不办 一直到民国大概六十几年的时候 七十年的时候 真的倒不掉 那时候要缴真子税 国民党就说那我帮你缴真子税 整个土地送来 到了阿扁那个时代 再还回去 换台东县农会 要缴真子税 一块土地本来台东县农会的 结果搞到最后 他要付钱才能够拿回来 这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我想从这里 也是一个很大的结构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请教你 因为上一回 林丰镇主委事实上 在这个二月下旬接受专访 然后隔几天以后 自由时报的陈玉副记者 就访问你 我想内容几乎是 等于是我是电视版 这文字版 我再把它讲说 国民党的八个付水组织 党产会已经冻结了八百三十亿 我要强调 林丰镇主委说 将一证据认定不当取得 陆续社会国有 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国民党十二万坪土地 卖到剩下一万坪 我要请教你 我有一个专业问题 就是要先请教你 然后也跟你这个上市论述有关系 这是我们节目之一 我这个节目新闻大解读的 专业法律顾问 陈祖强律师 他知道今天要请政府主委来 帮我拟定的问题 我想这也正是你要回答 给我们所有海内外观众 一 截至今日为止 今天到底总共查获多少不当党产 我相信主委等一下可以回答 第二 因为这是 我来引述一下 依照现在党产会的资料 在林德瑞前刑管会主委交接时 除有裂障外 当时实质可以认为 属党产的金额到底有多少呢 依到党产会现有的资料 是否可以研判林德瑞先生 他是公布说有252亿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 我们是一个评论者或律师说 合理怀疑是不是有所隐匿呢 因为观一个数据 请看 林德瑞先生公布的说是252亿 结果光冻结就830亿 那更不用说还有土地12万坪 卖到只剩1万坪 那12万坪土地等于天价 能不能针对这两大问题是 到底总共超过多少 还有这252亿 到底是不是为时 如果他的确有问题的话 我现在向林德瑞先生说 下周一 我也请这个黄文宁律师 陈主祥律师到台北地检署控告 以违照文书跟登载不实 以及违反商业会计法控告 林德瑞前主委 请问这个控告行为可以成行吗 如果地检署向党场会索取资料 你们愿意提供吗 来 综合回答请 首先我谈一下程序的问题 如果有司法机关 他因为办案的需要 需要我们提供资料 当然依法可以提供的部分 我们一定会提供 所以我到地检署控告林德瑞先生 你会依法提供给地检署 我们会依法提供 好 这个没有问题 就好像我们在调查资料的时候 相关的机关也是依法提供给我们 一样的 请问有任何新的市政吗 目前为止 当然我们一直不断的 透过调查的程序去 你说这个 这250亿有没有留所隐匿 好 那其实讲党产有多少 有非常多种讲法 因为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金额 那最早的时候可能很少 因为我手上有 我手上有两本书 一本就是 这个都是在刘泰英先生时代做的 党营经济事业的回顾与前瞻 这本书 说党产有多少 其实要看不同的时期 最早的时候 国民党刚才台湾 当然整栋都给他来 所以他有多少党产 他在跑路的时候 当然没什么党产 那那个时候要收党费也收不到 要用办公室没有 所以刚才我们副主委谈到 转账拨用 就把公家的财产拿来给国民党用 那慢慢的他就看到说 那党费恐怕也不足以支撑 整个党的庞大的开销 所以就有人提议说 那我们应该经营党营事业 那就因为这样子的说法 也慢慢试着做 所以他的党营事业就慢慢一直扩大 一直扩大一直扩大 那到最大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 应该在刘泰英先生 当党营事业的党管会主委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 今天有带来两本资料 一本是党营事业的回顾与前瞻 那一本是党营事业的简介 那光是那个目录业 现在看到的 我算了超过一百家公司 我高度怀疑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一本 因为那公司多到党营事业互相之间 可能搞不清楚对方是党营事业 那涵盖了各种 那当时有分为 也是穷的只剩下钱 可能是这样子吧 他有分做七大控股公司 这是他高峰的时候 但是经过了这个两千年以后 政党轮替那么阿扁总统执政当时有有带起一波查党产的这个这个动作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党产条例 所以依法他没有调查权 所以他去跟各机关要资料要档案的时候 各机关可能会找各种理由跟他淌塞 那但是他反对了说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法律依据 那到了我们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调资料 因为我们有党产条例 我们是依法可以去调取资料 那我们发现说到了两千年以后 因为这个民党执政 那也在一直在查党产 所以党产就大幅度的削减 我能不能查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数据的 有一次李登辉请总统找我 其实就谈党产 那我跟李总统说 你要找我谈党产 因为我常在节目谈 我说一定要请刘泰英先生一起来 于是我们三个人 在他的官邸 这个李总统官邸 从7点到11点 其中我要特别引述 刘泰英先生说 在公元两千年 把党场会的交给习里德先生的时候 下一任党场会主委 这个刘泰英先生当着李总统的面 对我说总共交出 一千三百五十亿 公元两千年 结果最近的登陆至少林德瑞 全新管制主委说只有两百五十亿 一千三百五十亿 缩小到两百五十亿 我就要请教说 一定有所隐匿嘛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一千一三五零到二五二亿 到底哪个数据为真呢 我这边手上有 其实有带了一个表 这个是一九八九年 也就是李登辉总统 刚接国民党的时候 他们自己这个是这个解构党国资本主义 那本书一个副表 就有这么多公司 所谓有上千亿 我想是从这边来的 但是到了二零一六年党产会成立的时候 我们又调查一次 到底这些公司剩下多少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投为主 那新运台是后来猜出去的 所以主要是这个系统 下面这些公司 现在这是目前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的党银式 直接的直属的党银式 那最新数据是二五二亿 那光中投 我看到的数字 它的资产是两百六十几亿 当然它有它的负债 新运台比较小的可能只有几亿 但是光是一个中投公司 它cover了这么多公司 这么多公司 它的资产就已经两百六十几亿 你相信吗 那当然如果你每一家公司 那还有很多 它资产没有重雇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国民党的党银事业 直属的党银事业 那还有国民党本身 国民党本身的这个不动产 刚才我们副主委有稍微提一下 它有很多种来源 到了我们在清查的时候 国民党剩下的不动产 还剩下一万平 那我们有稍微算过 它的公告限制 二十几亿 二十二亿 二十二亿 我们最近有在清查过 就是从党产会设立 二零一六年的八月 那我请教你说十二万平卖掉 那钱到哪去了 所以这句话问了 我们一直希望要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查它的不动产 就是说它过去 这个到底有没有不当取得 十二万平大约初估多少钱 如果用限制 初估 这个八十三年那个时候的大概十三万平 依照那时候的公告限制 五十亿 公告限制 八十大概八十年 那你现在呢 现在初估 现在 现在都卖到剩一万平 文长我知道 你卖掉十一万平 总有现金敞到哪里去 让我们知道 他现在他的做法 我大概了解他 他把不动产 他多数的不动产卖给谁 他卖给他的党营事业 意思是说 国民党过去才有办法去 靠党才有办法从公家拿土地来 没有错 但党营事业 党营事业 因为他经营事业 他有现金 那党没有办法收费 党费没有人要缴 对不对 所以党有土地 土地是从公家来的 那党这么多土地 党要用钱的时候怎么办 卖给党营事业 他左手卖右手 他其实没有卖出去 他如果这个土地很肥 会增值 他也留在党营事业的手上 可是他因此就从党营事业 把现金套进来 党可以用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 陈祖强律师 其实他没有任何党派 他是一个民事法的专家 他只是关心党营 我强调他不是国民党籍 他也不是民进党籍 他特别说 最后数据是250亿 有没有隐匿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 你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合理怀疑吧 有没有隐匿 我觉得至少要请林德瑞 把他252亿的组成 讲出来看看 什么叫组成讲出来 就2502亿是哪一家公司 他讲清楚嘛 他就 他不能说 我国民党的党产 有250亿 我现在宣布 为了追查 上次没有办法核对 为了追查2502亿 我请黄文宁律师 打电话给那时候的文传会主委 叫林逸华小姐 现在立法委员 林逸华立委 林逸华委员说 他就拿一张纸啊 文传委叫我练 我就练啊 就250亿这样出来的 就一张纸 叫文传会主委 林逸华主委练的 所以 你可以一张纸 但是那张纸到底 像我们有一张新闻稿 可是新闻稿背后的证据是什么 要拿得出来啊 你不是说只有一个数字 数字为什么会构成250亿 请他把组成讲清楚 那我请教你 我站在公平立场 因为我说过了 几乎党产处置条例 就是我催生者之一哦 这一点可总 知道蔡总统可以证明 我是推的哦 我推手哦 那我如果要违反商业会计划 违照文书跟登载不实 控告林德瑞先生 到北柬 如果北柬行文给你们 党产外 你愿意提供任何的 新的证据或事实吗 愿意可以吗 看看什么具体的资料 我们手上有 我们就依法就提供 依法提供 应该有 是 好 就是他讲是哪一家公司 他指了250亿 他的组成是什么 是土地吗 是公司的股票吗 我再说一次 前天 黄云宁律师请教 林一华文庄会主委 就发言人说 你那怎么来的 他说 就是行管会 一张新闻稿给我 那我就练 练250亿就一张纸 这个有法律根据吗 一张纸 那你总是要告诉大家 要查证 你说250亿 你的金额的组成 到底是 我再讲一次 好 你不能说就是250亿 后面我不知道 好 婚交时候林德瑞先生 我周一 要交代 没有 我就请黄文宁律师 陈祖祥 周一到北检控告 违反商务会计法 违照文书 跟载不实 请北检直接行文 党产会 把组成部分 我要知道 我要尽我公民责任 不然好不容易 我也帮忙催生一个小孩子 不到四岁就夭折 各位知道我的心情了吧 这是公民责任 好 这也是黄文宁律师 跟陈祖祥律师 他透过我 希望提出问题了 到底到今天为止 总共查获多少不当党产 先请主委跟副主委 来 让全民报告 请 我来说一下 我刚才讲说 我们认定负责组织之后 党产就会被冻结 那么我们开始争取 我们可以查证的时间 那么查证如果清楚的话 我们就命他移转国有 因为我们可以认定 他是不当取得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做的行政处分 包括刚才讲的 中央投资公司 光中央投资公司的资产 267亿 新育台公司 5.3亿 光这两家加起来 就已经超过270亿 这个我们命移转为国有 这个是我们最早所做的处分 在2016年的 2017年的年初 2016年的年底 那还有一个就是 3月19号的时候 我们把复联会的 387亿的财产 里面包括375亿的现金 6亿的股票 6亿的不动产 我们认定他不当取得 因为他累积了大笔的 绕军捐 这些形同是国家的税捐 他不交出来 所以我们认定 他是不当取得 所以再加上这387亿 所以目前我们命 移转国有的 659.8亿 这是到现在为止 那么刚才有提到的 中央国民党 其实他不是一个政府机关 他依法 他不能拨用公家的财产 结果他用转账拨用 刚刚我们附属也提到 转账拨用的这个方式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找到这个部分 因为他这个都是早期 就已经处分掉了 所以用8.6亿 我们这个方式叫做 因为他已经 原物已经不在了 我们把它追征 要让他再吐出来 这个8.6亿 另外我们认定他 就是现在张荣发基金会 也就是总统府对面 以前的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那么他是 舊的中央党部改建的 那舊中央党部的土地 怎么来 我们认定他是不当取得 他依法 他不能买 他后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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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跟这个国家买了 所以我们也认定 他是不当取得 那他又卖给别人 所以我们也追征 他11亿多 就是卖给张荣发基金会 这个加起来 也占近20亿 这个是 已经做的处分 那目前呢 我刚刚讲 认定他 附属组织 或者政党 在这个党党条例 通过之后 他的资产就会被冻结 剩下还有冻结的 刚刚讲有800多亿 本来冻结 但我们现在就是 把部分都已经移转为国有 剩下还冻结 现在是中营 中营的资产呢 118亿 那么救国团 还有56亿 那还有刚才我们讲 有三个基金会 这只有9千万 所以目前还在冻结中的 还有将近185亿 那所以这加起来 刚刚就说有800多亿 就是这样来的 党场会已经冻结了830亿 当然我要先请互作 因为社会上有一种氛围说 东厂说政治斗争追杀 我要强调一点 公益使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耻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公平正义立场 一个政党 用盗取的 霸凌的 扭曲的 蒙蔽方式 变成党产 捐低归功 一分一毛 通通归零 这叫公平正义 奥古斯英说了 强盗分配战利品 都要讲求公平原则 我们是文明法治社会 要不要讲求公平原则 我今天谈的是公平正义问题 我要向大家报告 所以 刚刚 这一点我要替蔡英文政府辩护 有没有改革 当然有改革 也许今天其他节目在谈 百分之三浪步 或中指挥争论 但是请民进党支持者 包括国民党支持者 大家的共同语言是公平正义 我可不是国民党员 我可不是民进党籍 我都不是 但是在公平立场 公平正义立场 政党政治立场 请问 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有把国产变党产吗 英国的保守党工党 日本的自民党 日民的社会党 有吗 全世界当然只有一个 叫做中共共产党事 党国一体 我要强调这一点 所以因为过去 我也承认我太集中于 司法金融税制 以至于 我从今天开始 未来每周三固定这谈 党场归零转移生意 我也至少每个礼拜 邀请不当党场委员会 派遣一到两位来 我也邀请专家学者 律师会计师 一起来共同解决问题 互说如果针对东场说 追杀说斗争说 我当然不承认这种事 这叫公平正义的作为 来请回应 我想党场会成立到现在 一直本着 希望能够建构一个 公平的政党政治的环境 然后再处理 现在党场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们调查的 不只是中国国民党 连民主进步党 依法应该规定的十个政党 还有一个民主社会党 我们还发现 他有很多很奇怪的财产的问题 民主社会党 就是讲那个黄信介先生说的 国民党厕所里面的花瓶 还有党产啊 他还有 而且也最近有移转 也很有趣 也很有趣 但这些 这些党都是我们调查的对象 我们也还曾经对 其中某个小党 也给他开发 那这个其实要回到刚刚主持人提到 不但党产处理条例 是希望我们的国家的政党政治 能够建立在一个公平 公正透明的一个机制底下 让所有的政党在这个环境底下 能够公平的竞争 我想只有合理公平的竞争 才是人民的福气 所以我绝对不承认 我们是什么东厂西厂 我们是一个捍卫国家 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单位 我可以作证 我再讲一次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我绝对有催生之一的功劳 这一点我们的节目制作人可以证明 我从2014年 今年2019年 谈了五年 然后也落实了两年 我要替蔡英文政府 包括赖清德院长 我要背书 绝对有作为 党产归零 继续做 只是我非常担心 如果明年520政党轮替 那么这个还不到 四岁的婴儿突然夭折了 各位 我有朋友 他们的婴儿夭折那种痛苦 各位知道我今天的痛苦吧 如果我催生 至少功劳之一的党产会 突然夭折了 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 我竟然失去媒体应该有的责任 我公开宣布 未来每周二九点钟谈 司法金融税制 每周三 谈 党产归零 转移正义 九点钟 我为什么要谈呢 我就不相信 孟江你不会哭倒长城 我不相信 我对台湾法治非常有信心的 看看香港例子 基本法23条 北京的人大要解释 刚刚通过所谓逃犯条例 我现在在台湾讲话 比如批评习近平 我如果到了香港 他们可以用引渡条例 从香港把我引渡到深圳去 我被李明泽 台湾至少这个要强调 我们要珍惜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容我再引用一句话 这是第四世纪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 叫奥古斯丁 他说 一个社会组织国家 如果不讲求公平正义 那不叫社会组织国家 他那个时代叫拉丁 我叫Mafia 请问 如果台湾不讲求公平正义 难道台湾是黑道吗 是黑手党吗 是Mafia吗 我当然不相信 于是我现在公开邀请风正 跟这个警方政务主委 请你们每周 你们当时的两位来 或者你们请你们的委员 或者研究员来 我很乐意公开来谈 国民党你要来谈也可以 但是你要提出证据 林德瑞先生 我公开邀请你 林德瑞先生 我公开邀请你 你替自己 因为我们要公平原则 我也想让大家知道 林德瑞先生 我现在公开邀请你 因为我要说给NCC听的 NCC 我有邀请党场会 我也邀请林德瑞先生 当事人来谈252亿 也没有隐匿 这样公平吧 我也要公平 国民党欢迎林德瑞先生 来辩护 来举政 那组成部分 好 我很想知道 因为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 我这个节目 每周三会谈到明年520 不管谁执政 我谈到520 谈到5月19号 未来工作重点一个方向 是不是请政务主委 跟大家报告请 公正主委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回应一下那个东场说 请 那个东场说完全就是一个抹黑的讲法 我只要反问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有看过哪一种东场 他还要去法院应诉的吗 东场还被叫到法院去 听说东场都丢血地址 没错啊 东场就直接把人抢走 把钱抢走了吗 哪有东场还要去讲理由 给法院听 提出证据 上次的谎谈 我印象最深刻是林峰镇主委一直讲 证据证据证据 我会长佩服 你是一个典型的华丽人 没有错吧 是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外界在用东场来简化整个 党产的清理 整个转型正义 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 我们不断地挖掘证据 坦白说 有一些机关也不是那么配合 他要唐塞我们 他有很多理由 他可以说年代久远找不到 他可以说我现在在忙别的事情 他可以说我的库房曾经淹水 资料都不见了 他可以找各种理由 但我们虽然有党产会 根据党产条例有依法 我们有调查权 我们还是要苦口婆心 还是要用各种方法 他说他的东西不见了 或者没有人找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的人到你们库房去找 他说他的资料已经烂到不能辨识 他说那我们去帮你拼回来 我们是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 再找证据 我们绝对不空口说白话 所以坦白说 有很多媒体要来采访我们 我们非常乐意 可是对于我们还没有调查 够成熟的东西 我们是非常小心的 当我们说得出来的时候 表示我手上有一定掌握的证据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们处分 只要对方不放弃抗拒 我们就得到法院去 把证据一样一样提出来 然后说服法官 还有一年至少我无从知道 是谁执政或哪一档执政 至少我们的阶段性是一年 你的方向是什么 党产会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年 坦白说过去这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 我们很怕档案被毁掉 比如说复联会的案子 大家都很清楚 档案被毁掉 一把火被烧掉了 这非常痛的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个情形 请问顾炎卓宇女士会回来投案吗 还没看到她 她现在 对她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请顾炎卓宇女士 站在一个社会宣传 检察官在传她 请你回台湾应讯好吗 检察官在传她 我公开邀请顾炎卓宇女士 你愿意来节目我欢迎 我们也非常乐意见到这个情形 因为我要知道说 那把火或碎纸剂 到底到哪里去了 复联会现在在法院很大的答辩是说 你们党产会 为什么不提出证据来 你们怎么用一个估算的算式 来算我三百八十 站一侧被一把火烧掉了 是被你们毁掉了 反而你来问我说 我为什么不把证据提出来 我还要问你 为什么你的证据 你自己承认说有人烧掉了 我这样我公开邀请 因为我再来媒体立场 我是要对NCC有所交代 我要坦白讲 我能不能这样说 我要请刘太英先生 目前是不是邱大展先生 掌控国民党 新管会 前任 我们就邀请三位 我公开邀请 我也说给NCC听 刘太英先生 邱大展先生 林德瑞先生 来我节目 我们可以跟党产会的政务主委 来互相论辩 我这样立场 我站得住脚才公平 你同意吗 可以来做论辩 用事实根据来论辩 非常希望这样子 大家把证据摊出来 你要到法院 你也要大家从证据来讲 所以我刚刚说到一半的意思是说 过去这三年 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我们希望很快的能够把证据能够确保 党案能够找到 把那些细碎的各种的线索拼凑回来 但是 但是 他还是有他的极限 像我的但是 你知道行政法院 被冻结是视线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已经花尽最大的力气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往前推 把能找到证据尽量去找到 但我觉得未来 到我们任期 我们还有一年多一点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找到了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 让社会大众了解 所以我上次 我们出了一本书 然后慢慢 我们上个月 我们开了我们的 这个脸书的粉丝页 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档案丢出来 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后面一定会附一个 这个档案自己看 陈志龙教授 应该算你老师 在我这个节目坐在你位置说 台湾的行政法院叫败诉法院 你同意吗 以前叫人民败诉法院 现在党产会的对照是人民 我们是行政机关 你也败诉法院了吗 也没有到败诉法院 现在就是卡在这边 你的行政处分问题 是没有办法往前推 他们就去申请停止执行 然后法院就说 那因为在事件 所以先停止执行 我觉得台湾的法官 行政立法施法 你自己有司法权 然后丢给大法官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在美国读过书 有这种法官吗 法官不是可以独立审判 就做财事吗 我觉得这两位法官 是不是在推卸责任 我刚讲说 我刚有解释一项所谓违不违宪 现在这些法官说 党产条例违宪 用我们三十年前在大学念的那些 人权的基本原则来说 党产条例违宪 那我就说过了 党产条例在立法的时候 从这个立法的 从总说明开始 就说这是一个例外的情形 所以才要立一个党产条例 特别条例 而且特别条例 而且用法律来处理 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 那如果这样做 还要说这个是违宪的话 那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两位法官 我历史系 我都修过 韩中膜法学院院长的 法学概论 你难道没有修吗 这叫特别条例 来 傅座 请你做结论 我也向大家预告 未来每周三的九点钟 我们就谈 党产归零跟转型声音 来 傅座 请做结论 我想长期这一段时间 来清理党产 我补充一点 跟大家说明好了 刚刚 胡大哥 主持人一直很关心 在我们的资料里面 看到了民国83年 国民党的党产有 1130笔 就是13万多 等到前朝 阿扁那时候清理的时候 剩下593笔 大概71715平 然后到了 我们党产会成立的时候 只剩下173笔的 12000多平 这个过程 如何从13万平 到现在只剩下1万平 这个是我们这三年来 努力在追查的东西 那我们也希望很快 能够给大家 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我用一个形容词好不好 我用一个形容词好不好 风震主委跟施锦汪副主委 他们是用跑100公尺的速度 在跑马拉松 我可以这样比喻吗 但请不要记得 请不要忘记了 最后那个 说胜利 一定还是要赢 他讲的是最有名的 Nike 西拉之Nike 就是运动学的Nike 就是典故胜利 我们是要争取胜利的 最后 我们还是请林风震主委 其实我做一个 至少参与党产条例 催生者之一 我的公民责任 我觉得如果党产会 在明年因为520而停止 这是我会觉得 在我一生中 如果写回录 我会专写篇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于是我要尽我公民责任 国家期待每个人尽公民责任 你怎么尽你公民责任 做结论 向海内外所有的观众宣示 请 我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政府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都希望得到 民众的支持 我想清查党产也一样 那么过去大家对于清查党产 似乎都是一个概念而已 但是我们这一次党产会 已经经过将近三年 我们提出非常 开始提出非常多的证据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时候 多少上我们脸书 粉丝页去看一下 我们提出来档案 这样的话就会有所了解 进一步来支持 这样的支持才有意义 而不是喊几句口号说 党产归零 不是只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大家都对这件事 有点了解 那么这件事情才可长可久 真的可以把它做好 好 为了让党产条例能够顺利运作 我下周一我到北检 宽告前新管会主委林德瑞先生 252亿 事实上有所引力 而且党产会愿意提供给北检 因为违反商业快计划 违反围造文书 还有灯仔不实 我一定尽我公平责任 这不是私人问题 这叫国家共业 互助有一句话 名利大家 我想政党的公平竞争 才是落实民主的唯一的一条路 那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底下 我们希望全民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的国家走向一个更好的方向 好 民进党关心党内出选游戏规则 我更关心国家大事 司法金融税制 党产归零转移争 未来每周二九点钟 每周三九点钟 我会继续谈 国家期待每个进责任 我们只要对自己说 感谢上昌 我们进了责任 我要特别像林丰正主委 实景方副主委 他们进了他们责任 但是他们非常客气 只透过脸书 我觉得我有必要 我站在媒体中立立场 我站在公共平台立场 我站在非政党人士立场 我觉得应该 理应让他们说出来 我当然欢迎国民党人士 比如说邱大展主委 包括前主委林德瑞先生 我在双辟 欢迎你们 我们需要正反的不同的论述 让人民来做判断 我向两位至上最高的敬意跟谢意 谢谢你们 谢谢